大家好 我是廖偉帆 大家好 我是林帆 謝謝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們把我們兩個人組合在一起嗎 是因為我們都很煩嗎 不是 他們希望 把我們兩個放在一起 能夠在今天晚上能夠增添一個更不一樣的 更不平凡的一個晚上 哇 這樣也很棒 對了 偉帆哥真的要恭喜你 因為最近圓民臺的節目好頻不斷啊 對 我想在9月8號 原住民廣播電台正式開播之後 我們真的要非常謝謝社會大眾 對我們這個新的廣播電台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也真的非常感謝有這麼多的好手 包括非常優秀的節目主持人 到我們電台來主持節目 那我們一直非常希望把我們原住民的生活 文化 風采 還有民情啊 透過這個節目呢 能夠作為跟社會大眾的一個溝通的橋樑 希望有更多的社會大眾能夠常常收聽 耳亮96.3 已經換成原住民廣播電台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有很多用心的廣播節目都是致力在關懷台灣各種不同的族群 讓大家聽到不一樣的聲音 像我 我很喜歡唱歌 但是也真的很喜歡做廣播 我覺得都是在運用自己的聲音感情來傳達故事 不同的故事跟心情 好 我想你最近花太多的時間在忙音樂 有的時候想一點時間回到電台來做節目 真的很想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呢 我們電台還有幾個主持人的缺 你可以趕快來我們電台主持節目 真的嗎 謝謝薇班哥的關懷 我們趕快來頒獎吧 好不好 好 我們先來看入圍社會關懷節目獎的友 不將近 心雲互相 光點世界 正深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廣播電台 從哪裡來 萬事萬物都有裂縫 這些人與那些人 正深廣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廣播電台 人生原是一場難分悲喜的印出 請聽我說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台 如同一雙翅膀 帶領我們飛向更廣闊的天空 哇哇哇 都是我的好朋友 頒獎的人跟那個入圍的人 一樣心情非常緊張 來看看 得獎的是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 來 二十一點親台灣 去社會關懷信 且符合製作倫理的深入訪談節目 以多元角度 多樣方法 與多方呈現方式 關懷並訪談收容於台灣矯正機構中 六十歲以上高齡犯罪人 去吧 身為一個第一次做廣播的人 就拿到金鐘獎 你的心情怎麼樣 謝謝各位廣播人 我從小聽廣播到大 但是我真的是今年才有機會接觸廣播 我現在的身份是國立中年大學 犯罪防治系的副教授 畢信戴 戴身風 各位 大家好 你看我們央廣是延攬全世界各地的人才 延攬到嘉義去了 其實在媒體經營的這個過程當中 今年真的是很辛苦 特別是央廣能夠提供給我們很多的資源 真的是非常感謝我們的董事長 陸炳路董事長 還有邵立中總台長 讓我們可以盡情的發揮 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 應該做的事 特別是我們這次所關注的是高齡化犯罪 我想各位廣播人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這裡慶祝 我們在這裡感受這樣的喜悅 但是同時間我們大概有六萬七千位受刑人 他們正在監獄裡面 這其中大概有接近百分之二十 他們已經超過了六十歲 他們只能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當我們走到監獄裡面 跟他們做訪談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有一個六十八歲的爺爺 他就在我們面前就哭了 他很想他的媽媽 那這真的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經驗 這個節目真的很推薦給各位 說到媽媽 我要謝謝電視機前面 我的爸爸媽媽 也謝謝我的婆婆 今天特別從花蓮來替我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央廣的小點點們 謝謝你們聽眾朋友 你們的支持 謝謝 我也要謝謝來到我現場的爸爸媽媽 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還有我所有 並不是很看好我 但是我覺得我很努力 也謝謝婉如給我機會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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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帥氣 那位白馬王子是真正的一手教育我 把我帶進電台的我的恩師 馬國光 馬老師 謝謝你 謝謝老師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來頒發社會關懷節目主持人獎 入圍的有 人樂倫 心靈故鄉 竹科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護照有國籍 心靈無疆界 梁兄哥 梁明達 這些人與那些人 正深廣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廣播電台 悲喜的演出 鄭志源 光點世界 正深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廣播電台 最重只有500到2500公克 墨鏡哥 甘仲維 墨鏡哥 摸點子 漢聲廣播電台台北總台 點子 詹婉如 戴聲風 21點 聽台灣 財團法人 中央廣播電台 墨鏡哥 緊張嗎 但墨鏡掩飾不了你臉上神經的抽動 很緊張的感覺 來喔 得獎的是 財團法人 中央廣播電台 張婉如 戴聲風 21點 聽見台灣 沒有想到 真的 節目跟主持人獎都拿下來了 真的很感謝評審 你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當然是感謝在座的各位前輩 同樣關懷社會的這些主持人們 跟這些電台 大家真的很努力在關心我們的社會 其實 剛剛我們說的很多已經超時了 老師 你接下來要上課嗎 就不用 有興趣可以來我們學校 還不錯 謝謝婉如 帶我進入廣播這個間 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契機 就是 其實袁詠欣 小哥 謝謝你讓我認識的廣播 謝謝小哥 謝謝 我要謝謝 還沒講完不好意思 還有15秒 其實這個520的頒獎 一開始頒的是兒童節目獎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我其實從小聽兒童廣播節目長大的 從小就立志希望能夠站在這個獎台上 領這一座金鐘獎 我做到了 謝謝楊廣 謝謝 謝謝